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蒙昭坐伯多禄的继承人 在世界代表耶稣 为宣讲天主的福音 听教宗说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平安 欢迎收听听教宗说话节目 我是世良 10月6号 翻亚马逊世界主教会议开幕之际 教宗方吉克在诵念三中经前 以图像戒子和仆人 深入探讨性德这个主题 教宗说 如戒子般的性德虽然小 但它却力大无比 甚至能把一棵桑树连根拔起 移植到海中去 这对有性德的人而言 凡事都能 因为那不是依靠自己 而是依靠天主 可以成就任何事 教宗强调 信德不是傲慢和自信 而是在谦卑之中 感到极其需要天主 并完全信赖他 信德使我们有能力 以希望的眼光 看待生活中的起起落落 也帮助我们 接受失败和痛苦 意识到邪恶 永远不会拥有 最后的话语权 但是如何知道 我们拥有真切 朴实和诚挚的信德呢 教宗以圣经中有关 仆人的教导指出 仆人完全按照 天主的旨意行事 不加以计算 没有企图 这种对天主的态度 也在团体的举止中 体现出来 在彼此服务的喜乐中 反映出来 以这种方式 找到了自己的赏报 而不是期望得到认可 和利益 即使做完天主吩咐的一切 仍然承认自己是无用的仆人 只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 这种虚怀弱骨 和随时待命的态度 正是有信德之人 信德不仅是送念信经 也要求我们摆脱贪心和贪婪 懂得把拥有的赠送给他人 特别是穷人 这是教宗方基哥 2014年10月14号 清晨 在圣马尔大之家 主持弥撒时 对我们的教导 当天的福音 取自路加福音 记载一位原法利赛人 请耶稣到他家里吃饭 但这位法利赛人 对耶稣饭前不洗手 感到惊讶 耶稣则痛斥 那种完全集中在 履行法律条文的安全感 教宗说 耶稣谴责这种美容的灵修 表面上看来美好 漂亮 但事实上 内心却是另外一回事 耶稣则斥那些举止文雅 但是有坏习惯的人 那些恶习 虽然看不到 却在私下做事 马尔福音记述说 耶稣痛斥法利赛人 好像用石灰刷白的坟墓 他对法利赛人提出一项反建议 只要把你们背盘里面的施舍了 那么一切对你们便都洁净了 圣保禄在当天的读经中 也因加拉达人依恋法律 而与他们辩论 教宗坚决表示 光靠法律不能得救 重要的是信德 信德不只是送念信经 我们都信圣父 圣子及圣神 相信永生 这是一种禁止不动的信德 不是有作为的信德 在耶稣基督内重要的是 来自以爱德行事的信德 施舍的信德 摆脱金钱的奴役 离开钱财的偶像 因为贪婪 使我们远离基督 教宗提出耶稣的两个建议 使我们脱离外表的假爱心 首先不要大肆宣扬 其次不要只给多余的 因为那位老妇人 把她所有的生活费用 都投上了 她暗地里做了这件事 或许因为她无法多给 而感到羞愧吧 拥有信德 心中充满平安喜乐 我们自然也希望 把这份信仰的喜悦 分享给亲爱的人 传递信德并不意味着 劝人改教 不是找人支持这个足球队 或这个文化中心 而是用爱来见证 这是教宗方济各 2018年5月3号 在圣马尔大支加弥撒 讲道中的反思 教宗表明 教宗表明 信德不仅仅是诵念信经 而是要体现在实际的行动中 传递信德并不意味着提供讯息 而意味着建立一颗相信耶稣基督的心 教宗说 传递信德的途径是这样的 传播我们所领受的 基督徒所面临的挑战 正是结出信德传递的果实 这也是教会的挑战 教会要成为一个富有成果的母亲 在信德中诞生子女 因此信德传播的第一种态度 首先是爱 其次是见证 教宗最后强调 传递信德不是劝人改教 不是找人支持这个足球队 这个俱乐部或是这个文化中心 这很好 但是劝人改教和信德是没有关系 教宗本堵十六师说得好 教会的发展不依靠劝人改教 而在于它的吸引力 见证引起他人心中的好奇心 信德被传递是因为它吸引人 也就是有人为他做了见证 听教宗说话 我们下次见 有些人心中的好奇心 也就是有些人心中的好奇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